大家快來看,這裡有一隻大恐龍 這是劍龍 劍龍的頭小小的,長的有點可愛對不對 劍龍生活在侏羅紀晚期 距離現在大概一億五千多萬年前了 可以長到九公尺 它的高度還有四公尺 而且最大的劍龍還有到十二公尺的耶 這樣算起來的話 一隻劍龍比一間房子還要大 要是劍龍衝到房子裡面,房子就會爆炸了 不過它叫做劍龍 是因為它的背上好像插了好多把劍 刺刺的喔 現在我們來仔細看一下劍龍的背部 有17塊骨板交錯來列在背部上 這些骨板連接到皮膚 但是沒有連到骨頭 劍龍的尾巴有四根尖刺 要是它想攻擊敵人就揮動尾巴 別怕別怕,劍龍不吃人 不過遇到劍龍還是要小心喔 它的尾巴好刺好刺,靠胎竟會受傷喔 劍龍是草食性的恐龍 吃苔藓,蕨類還有一些果實 然後劍龍的牙齒缺乏平面 咀嚼能力很不好 所以吃下去的東西很難消化 所以劍龍有時候會吞下一些小石頭 用來磨碎食物 這種行為也出現在現代鳥類及鱷魚當中喔 好嗎 大概都是一堆 小石頭 吃火草